各位主席,各位議員同事,大家下午好 我今日發言的主題是做好深學區研學規劃協助學生多元培養 受到疫情的影響,兩地通關形成阻礙 本地一眾非高等教育私生在學習交流的需要上是無法得到滿足 外出研學活動是出現近三年的空窗期 對於補充學生的教學內容 以及推進本地教育發展造成一定的困難 青少年作為承接未來發展任務的負責人 以及大灣區建設的參與者 本人認為可以藉著深合區的機遇 為本澳的基礎教育提供恆常的、穩定的研學地點 以及硬件設施 讓家長、教師和學生可以從學習中了解國家發展的重心和機遇 從參與中共同推進大灣區以及深合區的建設 隨著中央政府公布環琴越奧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 以及環琴越奧深度合作區管理機構跨牌一周年以來 各項的基建以及政策配套得以逐步完善 使深合區具有更優越的研學資源 亦為私生提供了更廣闊的交流平台 環琴擁有豐富的自然、高薪科技產業以及愛國愛奧的教育資源 加上國務院港澳辦日前表示積極支援澳門旅遊業以及深合區的發展 相信未來在通關政策上將會有更多的突破空間 政府應早做好研究和規劃 推進兩地政府部門以及教育團隊的溝通和考察 打造符合澳門學生需要的研學產品開發 讓深合區成為新興的愛國中華以及認識過程發展的教育和交流基地 在完善本地教學資源推動兩地教育的合作和交流 實現大灣區深合區的長遠發展本人有以下幾點建議 第一,完善規劃打造琴澳愛國教育基地 環琴深合區具有環境資源和地理條件優勢 在推動學生認識過程方面具有充分的條件 建議政府與有關的內地部門相移 釋出更多有利的政策支援澳門的社區和學校組織前往深合區 善用環琴現有的軟硬資源條件與澳門愛國教育豐富基礎互補結合 將其打造成本澳學生國情認識和愛國教育的新基地 第二,延伸研學計劃的可選擇範圍 特區政府在本年6月份展開了專為學生打造的澳人食柱油學生研學篇 其中提供了本地22條研學路線選擇 在一定程度上補充了學生的校外學習需求 建議當局積極研究將不同的教學階段的學習資旅延長 和延伸至深合區的可行性 例如協助本地的初中、小學到環琴進行畢業旅行 或者幼稚園舉辦親自由之旅 讓不同的教學階段的學習生活完整不間斷 第三,資源共用,合力構建兩地學生的交流平台 深合區作為粵澳共商、共建、共館、共享、共同開發的新區 通過諸澳雙方努力聯合舉辦各類的交流、學術 以及體育賽事的活動 善用深合區的地理位置和資源 構建兩地學生的交流平台 一方面可以藉平台讓本澳的學生 加深對國家發展的認同感和歸屬感 另一方面也可以有利推進兩地學生的互動交流和水平提升 第四,資訊推廣提升教育團隊的認知和了解 除了在網上資訊和宣傳影片之外 為提升本地的教職人員對深學區的了解 以更好地向學生講解 廣授深學區和大灣區的發展機遇和相關的政策 建議加強全面向教學人員的政策宣講工作 並組織入區體驗認識 透過實地考察和走訪 感受區內的發展以及未來的機遇實展的可能性 助力推動本澳的青少年對深合區 乃至大灣區的發展的參與積極性和建設力度 多謝 hail 或許高地震亡 稍然 further 使用